中国男星慕慈阳 过去曾参加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 最后成功加入《先帝男团》出道 任凭借军敲外貌 不封为中国版金女兵 不料日期他被狗仔曝光了 在毫无翘装打扮的情况下 与一名长发女子在餐厅会合 两人用餐完毕后便牵手回家 消息公开后他立刻发文承认 和女方刚刚确认恋爱关系 不过澄清男人是回学校并非一起回家 以及强调自己是直男 也否认了网路上关于女友身份的各种谣言 然然木子杨过去受访时 曾向粉丝们保证自己不会谈恋爱 跟直言偶像谈恋爱等于死 因此如今高调恋爱的举动无疑是打脸了 自己曾做出的承诺和保证 遭到不少网友吐槽表示 是不想当偶像了吗 而他强调自己性向正常 撇清和团圆CP的举动 也让粉丝们不满直呼 真的没必要这么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